Hello,大家好,我是小蜜,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开拓者正义之怒 我们来继续我们的旅程 上一期我们是进入到了阿瑞路的实验室啊 然后进入到了这个梦境当中 现在我们马上要出去啊 前往实验室的下一层 出去之后呢,立刻会有一场战斗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buff还有多长时间啊 分钟级buff大概还有四分钟左右啊 应该是够了,应该是够了啊 我们看一下我的法术位啊 有些没什么用的法术 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啊 哦,应该是在这边好像是法术位恢复了啊 对对对,在这个位置法术位已经恢复了 那好啊,那我们直接出去吧 然后我们切成这个回合制啊 外边的战斗虽然不算难啊 但是相对来说它比较混乱啊 我们要看一看位置 啊,位置果然发生了一些改变啊 把这个锁信挪到中间去啊 好,出门啊 出来之后呢,发现我们进入到了这些恶魔的圈套啊 他们以为可以打败我们啊 但实际上 实际上并不行 实际上并不行 噩魔的种类比较多啊 但实际上没有特别强力的怪吧 有一个半魔戒,牛头人,一个空奢魔,墨游魔孽 这个奇奴魔和银魔魔都是我们之前遇到过的这种邪恶意见收网 没有什么太多难度啊 稍微上点buff吧 也就不多上了啊 意思意思 然后没有什么太多难度的战斗 我可能直接就加速给他跳过去了啊 所以就不会在这里停留太久了 哇,小劲,这个伤害可以的啊 好像打出了两次重击啊 可以可以,直接把他秒掉了啊 挺不错的 呃,魔尼我们尽量用远程方式来打 因为近战有可能给他沾武器 哇 哇塞 哇塞 哇 砍了希拉一个150啊 直接150 这是投了个20啊 投了个20 然后后边又投了一个什么 然后后边又投了一个什么 哇,第二次调整蜘蛛有40 他有40的AB这么高 第一个是44啊 第二个是40 哇,他的AB这么高 看一下这个半魔剂牛头人 狂暴 狂暴不是盖的啊 哇,有这么高的AB吗 我等等 我看看 有40啊,有40 我们是54的AC 再看看第二次啊 好吧 尼牛啊,直接把我的伊丽不倒打出来了 这有点伤啊 因为我们后边 后边其实还有很难的战斗 哦,是默认把这个西拉打成伊丽不倒之后还会出一只蜘蛛啊 是这样的啊 伊丽不倒也能触发这个蜘蛛吗 这个蜘蛛是我们的那个戒指啊触发的 那个戒指除了这个 呃,我们本身的角色 他的伊丽不倒 不是,不是伊丽不倒 他的这个可以触发之外 那什么也可以触发啊 我们召唤的骷髅也可以触发 所以如果你这个骷髅的数量足够多的话 其实是可以召唤出非常多的这种 嗯,这种收入的 还是很厉害的 好,这边打完了 这边是,其实是一个没眼睛的力图膜 这个把我们吸到了这个梦境里啊 我衰败凋零难以呼吸 你是什么生物啊 呃,什么都不是杀戮摧毁你啊 但是这里需要毁兽大师道图才能解锁特定的内容 我们这里没有办法 只能摧毁他,让他安息啊 哎,这里就算是暂时结束了 再奶一下 我们过一下这个神秘的检定啊 嗯,告诉我们这边是什么东西啊 然后这里呢 其实我们又到了一个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是 之前缝线说呃,只有恶魔才能穿过去的位置啊 然后出现还有一台放映机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影像 4632年 温 programmes я想到的 不要问我 不说是 你这边的人 你这边的 你这边的 我们在聊天 你替aces 我需要 如果你 我们第一次看到的那个录影带显示的是4662年 当时实验的对象是个年轻的男性 和这个半魔剑生物是想要把两个灵魂进行组合 那么这次的实验的是4632年 就是在那个实验30年之前 这回的目标呢 是想把这个恶魔和就是只是把生命体的身体进行如何 也就是说可以看到阿瑞路的实验分为了几个层次 先去融合身体之后又要融合灵魂 所以猜猜他到底是想要干什么呢 然后一旦我们触碰这个门之后呢 冯县就会出来 他说他是来给我们送钥匙的 就可以让我们通过这里了 再往前就是马上要解锁神话道徒的位置了 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深渊屏障钥匙 然后我们触碰一下 这里就可以打开了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是被封死的 我们过不去 之后来了再说 这边呢有一个阿瑞路的实验笔记的碎片 这里又提到了杰勒特派我去 猎史学家努拉从指挥官的背后站出来 上一期视频之后 小伙伴说是阿瑞路一直在监视我们 所以知道我们指挥官的种种迹象 但是据冯县所说呢 阿瑞路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到这个实验室里啊 而知道杰勒特这个名字还知道律史学家努拉 跟我们的这个交互的这个关系啊 我个人觉得不是说他只是一直监视我们这么简单 而是说他真的通过某种方式把提前知道了这这段事情的发生 然后再往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备论密点第一部分 也就是我们马上要进入到的神话寺 我们可以看看四周 这个红线会过来 我们可以问他一些问题啊 这个力量呢是一种实验的成果 说这个阿瑞路出于某种原因 把它装盯成书啊 这是理论与实践的终极融合 为了学习如何培养和强化灵魂 他花了很多功夫啊 然后我们的伙伴们都对这本书在发表意见啊 为什么把这个力量给我呢 你是知道迟早会有人来找这本书的 他告诉我不要干预啊 所以就就可以啊 当然我在这里等着 确保礼物能获得主人啊 这又是我要做的事 不管来的人是谁都不要躲起来 所以我就没有躲 书里提到了什么实验啊 裂缝神秘能量 未免魔法 转变 休眠 这些事情 其中最重要的其实是有关这个裂缝的 也就是我们世界之商的这个深渊裂系的这个事情啊 这里我们提到他之前曾扮演成半身人 给了我一把弓的这个事啊 我的女士不会跟我分享这些细节啊 所以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这里我们是铁定要接受这本书的啊 就是用来接受这本书 并且这本书也是成神最关键的一个道具之一啊 我们就选一个吧 我们选一个火转的员下 这里就解锁了我们的神话4啊 悖论宝典第一部分啊 后边还有第二部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悖论秘典到底写的是什么 他其实写的是关于裂系的一些性质啊 这个裂系呢 一共有两种 一种是短暂的这个自然裂系和稳定的人造裂系啊 后者使得整支军队能够穿梭于深渊和格拉梁之间 也是我们的世界之商啊 然后呢 关于这个裂系呢 一共有五处已经被确认了啊 最重要的一处呢 位于玉城附近也就是世界之商 第二条呢 在伊兹残痕 第三条呢 是午夜之门 也就在我们的午夜神庙中啊 第四条叫惨祸啊 通向我的个人实验室 也就是我们进来的那条 我们不是被传到了一个小破窝 然后传过来的吗 也就是这一条啊 最后一条第五条 这个普鲁拉之雪啊 他位于萨克利神坛的附近 然后呢 世界之商呢 无法靠普通的方式关闭啊 他被打开的方式本身就能保护他不受干扰 唯一关闭他的手段需要 然后就不见了啊 下半部分才能知道啊 整个就是备论宝典的主要内容 然后我们的记忆就又回到了世纪广场的这一段啊 也就是冯县递给我们那把弩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任务让我们回去跟这个 什么兰花他们聊天啊 看看到底啥回事啊 这怎么莫名其妙的把我传到这个二十路的实验室里了 勇气是指我们从陌生人的手中中接过武器啊 这是成神的关键一步啊 这里就是判定点之一 然后他就对我们使用了雨落术啊 让我们第二却不至于摔死啊 我们又遇到了 又回想起了这段记忆啊 为什么要射这个德斯卡瑞呢 冯县会告诉我 因为他们是想要恶魔领主的血啊 它是一种无价的事件 一把就连守护石也能砍成灰土的宝刀 这里呢一定要对冯县好一点 不要太凶啊 我们就告诉他去吧 替我谢谢阿瑞路的礼物啊 好我们让他好一点啊 这里就解锁了啊 我们的神话4啊 我们现在来进行神话4的加点啊 首先我们的杰洛特啊 我们的杰洛特呢 在神话4的时候就会解锁 除了我们本身的这个神话能力以外 还会解锁灵史的这个超自然能力啊 神话4里呢 我们这里可以先选择 猛力攻击神话 增加我们的伤害端啊 增加我们的伤害端 这样我们的输出还能有所增加 然后关于灵史的这些能力里啊 由于我们是物理向的职业 虽然我们也会一些魔法啊 但是还是主要以物理为主啊 所以我们这里 虾米怎么了 不要叫啊 我们这里呢 最适合我们的无疑 第一个应该是这个精士之力啊 它可以在攻击和伤害减定上 获得神话阶层的士气加值 并且呢 如果确认重击 它就必须进行一次豁免判定 判定呢 如果失败啊 将会发生以下的这些情况啊 有5%的概率呢 可以直接处死对方啊 这个精士之力还是很不错的 对我们物理向的加强还是挺不错的 后边我们还会有这个精士之力分享啊 我们可以决定失去这个精士之力的所有的好处 改为强化同伴的身体能力啊 所有的同伴的攻击和伤害减定获得加值 就比如说我们想一轮把谁谁秒掉 我们可以自己主角 如果先攻够高的话 我们先用精士之力攻击之后啊 哎我不知道这个分享是个什么动作啊 如果这个动作允许的话 我们可以再把这个精士之力分享出去啊 我不确定啊 我这个脑补了一下 可能可以吧 也可能不行啊 这边一环的魔法随便了啊 我们眼瞅就选完了啊 这都不会用的 二环我们这里就解锁了灵士道徒的比较厉害的这个法术了啊 在这边终于有一些可堪一用的法术了 看看这四个法术 首先奇迹宋师啊 这个法术很不错啊 这也是我们呃这个灵士道徒加强法系的一个核心能力之一啊 可以鼓舞我们的队员使法术整个队伍的法川啊 获得加四的士气加值啊 并且呢DC还能提高两点 这个对法术队加强非常的大啊 奇迹宋实 而且他高达十分钟没击啊 还是很不错的啊 然后愈合之音就稍微差一点吧 稍微差一点 就是有攻击啊 有治疗啊 但是一般来说这种速能啊 或者是攻击类的这种呃 道徒的法术都没有buff类的厉害啊 都是buff类的比较厉害啊 这边呢 激昂诗篇呢 就是大号版的这个叫什么啊 呃 圣寥啊 它可以解除疲劳和历劫效应 而且是解全体的啊 但是一般来说 不会用法术也来放它啊 然后就是繁花遍野 繁花遍野最大的一个卖点 就是在于漂亮啊 非常好看啊 一分钟没击啊 30英尺的范围内呢 会有鲜花啊 这个鲜花呢 会使敌人进行豁免检定啊 如果呢 这个 如果每一轮都要进行尝试啊 找乱敌人的攻击和伤害啊 然后如果失败了 还会恍惚 再失败还会陷入睡眠啊 呃 就是这样的啊 但是怎么说啊 其实二环最厉害的 还是这个奇迹宋施 主要加强的是法系队伍 啊 既然是偏呢 就算是个天头啊 就算是个天头 这是二环 零十二环的法术 呃 至于这边的选个防效吧 选什么 选原证术 随便选啊 这里神话四啊 结束策 然后是我们的索谢尔 索谢尔神话三选的是持久法术啊 所以这里我决定先出高等持久 先出双持久啊 你也可以先出再出个领域啊 把这个联盟领域先点出来 但我个人觉得现在还好啊 攻坚的时候我们AB还是够的啊 有这个疯狂还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就先出双持久了 然后希拉 希拉这边也是持久法术啊 所以这里 呃 点双持久其实是一种最偷懒的点法啊 我个人觉得是一种最偷懒的点法 我就先把希拉的双持久也先点出来了 然后是小进 小进由于他的自身的施法能力啊 在神话射刺的时候最高预先级是这个反应施数啊 他可以让我们一轮放两个法术啊 就是呃 在先攻减定后的那一轮 就是每个战斗的这个第一轮啊 首先以训捷动作放一个 然后但是这个法术的环位不能太高 但是对于我们射线人来说呢 放这个主要射线是绝对是足够的 但是系法和导演是不行的 这个是反应施数啊 让我们能极大的提高我们的这个法系的输出 包括聂牛也是啊 这一集也优先点这个反应施数啊 对于施法者单位来说很重要啊 最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我们的爱讲 爱讲 爱讲我这里呢 想优先点这个精通重击神话 你想先点精通先攻神话其实也不错啊 因为我们爱将先动的话 对于我们施放这个灵魂之灾啊 以及分享复蝶都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我现在觉得爱讲的伤害 还是有点低 再加上这个精通重击神话能更好的触发这个重击啊 能够触发我的借机套 提高变相提高节奏特的输出啊 所以我这里优先先点精通重击神话 先攻和重击都是可以的啊 那这里呢 神话4我们就算是点完了 然后我们稍微的搜刮一下这里啊 这边还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这个位置有一个反射线小圆盾啊 这也是科米的保送装备啊 啊 ac 获得五的加值啊 对方远程的接触攻击的ac啊 获得五的加五的加值 很不错的一个小圆盾啊 这边还有一个放映机 但是我们一会还会回来 我们把所有的水晶都收集齐了之后再回来 再拿这里又捡到了一个水晶啊 这应该是我们能捡到的第二个水晶啊 之前还捡到过一个 然后把这边的东西都拿一拿啊 好 我们往里边走啊 先不要着急出去啊 有的小伙伴可能在这里就奔着这个地方 这里就直接出去了啊 先别着急出去啊 我们在这里呢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这个地图啊 有什么阿维路第二层实验室的地图 大家可以查路不去啊 根据自己的需求啊 好的 然后我们再往这边往右走啊 我们这个实验室里还有好多好东西呢啊 什么魔法精华呀 什么这个精灵笔记啊啊 还有好多啊 先别着急走啊 前面会有战斗啊 我们再看一眼我们的法术位啊 一分多钟还有时间啊 我们保存一下 前面这个法术 我前面这个地方要不用技齿是吧 应该不至于翻吧 应该吧 这里呢 这里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还会遇到那个神话的队影魔啊 嗯算了我还是切切切切回合吃吧 这边啊还会遇到这个神话6的这个队影魔啊 这个队影魔呢 他有控制我方的能力啊 这一点一定要记得啊 齐洛特我挺想进去直接给他砍了的 我想想啊 如果不砍如果不砍行不行应该也可以啊 我看我这个行动顺序应该也可以 那我们就先把这些人砍掉 这种地方呢就很适合放这个没有猪网 无论控得上还是控不上 反正没有猪网是不会对我方产生作用的啊 都是比较不错的 好 这个有着这个立场 转立场的这个伤害啊 这伤害是非常可观的 先给他打击一下士气啊 再给我们杰鲁特一个善良之处 哎呦小劲 三脚龙是死了吗 我小劲三脚龙去打了 嗯防火我们上了吗 没上 这个时候远程超魔权杖就又很好用了 因为一旦我们移动了之后啊 就没有办法打整轮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攻击了 没有做起的情况下 所以用这个远程超魔给他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打这个神话队友魔 他这次还是会跑的 我们这次也抓不住他 哎呦我刚才忘了去放那个啥了 去放防护阵营了 有可能要出事啊 看一下他的抑制后面点击很低啊 抑制 抑制是不是可以给他来一个 脚腹定身 哦好像定住了啊 定住了 可以 他跳过这轮了 否则他会控我啊 控我就挺烦 因为我忘了用这个防护邪恶了 现在就没有啥用的必要了 因为他活不过下一轮了 好他就跑掉了啊 跑掉之后就无所谓了 被卡拉萨德拉 主要是我担心被控人啊 被控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有可能一旦操纵不好 会被自己家人打死啊 里面还有几个这个欧尼摩 直接就给他打掉就得了 好 然后我们来捡点东西啊 这个地方有好多好东西 除非地上有一叶精灵比进 一定不要漏掉 然后在旁边的这个屋子里 这里有一个魔法精华 一个精灵笔记 一个魔法精华 然后再往上 在这个门里 这边呢能拿到一个重弩啊 叫做落魄重弩 这个落魄重弩呢 是加二雷鸣 鸣爆重弩啊 确认攻击 重击的时候呢 要范围内的敌人 进行豁免检定啊 否则会受到这个智力伤害 持续一第六轮 还可以吧 然后拿到第三个水晶 一共我们这个地下室 一共能捡到三个水晶 它是最后一个 这个水晶其实就是补全剧情的 你要是实在没拿 也不是特别的重要啊 然后在这个走廊上 走廊上有一个巡逻的 绊魔戒的一个牛头人 我们先把这个牛头人给解决了 就是他 这个牛头人吧 主要是如果一旦不能快速给他秒掉的话 他容易秒我的人 除了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其他的这个牛头人还是挺菜的啊 没有什么太多强力技能 然后这边有一个隐藏门 门进去 地上呢 有一页指啊 叫做老旧的信件啊 这里呢 写的是萨霍利时代的事情啊 说的是萨霍利时代的时候呢 有一些使用魔法的兄弟姐妹们啊 被他们 无情的当作巫术吧 或者是当作邪术啊 而这个予以制裁啊 这帮人呢 想要反抗啊 想要保护自己 想要革命啊 这样的一件事啊 我的魔法学友兄弟奥彭啊 他叫做奥彭 然后呢 这个我们之前也知道我们的那个谁啊 阿瑞露当年也是被抓到玉城监狱里关起来的 当时就应该是因为阿瑞露研究类似的这种巫术啊 当然我们都知道阿瑞露研究的是真的是邪术啊 因为他想把这个呃 恶魔和人类给他组合在一起啊 想制造恶魔 这的确真的是邪术 但是可能很多其他人并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啊 然后这边我们能拿到一把凡群啊 在当年这个元素狂吵没有被削的时候啊 这把震电赤裂 试验裂酸含铁繁曲是非常厉害的 触发这个元素伤害的一个武器啊 然后我们这边又拿到了一个阿瑞露实验室的笔记啊 这里说在世界之商上看这个风景啊 遥望世界之商的风景 我们的法术 轮机法术的时间已经到了啊 其实这边没有多少战斗了啊 这个走廊还有一点点 我们再补一下这个分钟级buck 我们进到这屋里 这是我们之前的那屋 前面这里 这里有一个小走廊啊 这条小走廊先别着急过去啊 先进这屋 这屋里有几个银梦魔 银梦魔 欧尼魔之类的 随便打开 随便卡一看 再捡点东西 这分钟级buff好像没上的全啊 缩小数没有了 编剧应该还有呀 我怎么觉得我杰洛特都没变剧呢 编剧编一个 好这屋就差不多了没什么东西了 然后在这边 这边我记得有一个头盔啊 这里过了察觉有一个袍子的头盔啊 这个头盔挺强的啊 10英尺范围内没有一个队友获得加一的士气加值啊 这个头盔还是挺不错的啊 先给我们的希拉弹啊 但是希拉换下来的这个头盔呢 呃 对抗不死生物加AC的这个头盔 我看看给谁啊 给我们的小龙龙吧 给我们的小龙龙蛋啊 这袍子头盔处理好了的话 加AC加的是非常多的啊 但是对我们的站位有一定的要求啊 我们先往前走啊 那个房间里有敌人啊 那个房间就是我们神话队友模 最后的一个位置啊 这里有个老混重人啊 他让我们救他 但这个混重人 我不知道其他道徒有没有什么别的选项 但我试了几种感觉都是杀了他 没有什么别的解决方案啊 把他救了之后呢 他就会变异啊 你是谁啊 我在这里困了很久了 烧死恶魔恶魔必须死啊 我只记得火焰 这个小进就回航起了一些不开心的往事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等死啊 现在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 阿瑞杜对你做了些什么吗 我记得他把我从火星台上带走了 他给我智商取我的血做一些突变的实验 但他已经很离开了啊 我们这里可以把他的放出来 他说了啊 在火星台上烧死的巫师当中有些并不冤枉 八分灭大人 我将为你献上个贵重的祭品 所以他其实就是个邪教徒啊 用杀杀他并没有杀错 但是他很菜啊 他虽然会使用一些魔法 但是实际上他很菜啊 这个老混种人啊就死掉了 我看一下他都属性15级的巫师啊 老混种人 再往前我记得没东西了吧 再往前就放去了啊 然后我们回去啊 回到这个走廊尽头 对这头的这个屋子 对这头的这个屋子 这屋子我们将遇到那个神话队友魔 第三次啊 不错的 再拿一口 我们进去 主要就还是这个半魔剑球特别人啊 有的时候这个魔剑球特别人处理不好 他会容易秒我们的角色啊 其他的倒是没什么啊 就正常打就会了 嗯 切了回合之 我们就用这个灵魂之灾啊 如果不切的话就不用了 既然切了就还是用了 哎就是又是这个神话队友魔 哎你了快点走 哎呀这个魔孽吧 就很烦啊 可能会摘我武器啊 啊 被摘了 我已经空手了啊 我已经空手了 我很讨厌 嗯 这里继续放没有珠网 再放个加速数 哎我空手的很难受啊 这里呢 一定要记得放一个共用防护邪恶 嗯 然后既然我空手了 把这个疯狂 对这个 阿瑞路吧 对不对 给给这个艾路吧 给这个艾奖 我应该先打这个队友的啊 因为把这个队友魔打死了之后 我才能拿回我的武器 哎可以了 就连一轮吗 哎老哥你什么情况 投了个二 投了个二可还行啊 哦就把我的希拉砍倒了 嗯哼 把我希拉砍倒了 我就说这个牛吧 最大的问题就是 这个牛有可能让我们出一些事故 最大的问题就在这个牛是什么 其他的反而倒是无所谓 我会抵抗你 卡也放了 就没有终枉 现在有树 没事我们还有小爱窝啊 我们还有小爱窝 把这个 拍一下我们的奥法点 打了多少 打了34 太远了 放不了 小劲走进来 距离不够 应该放个斜眼的 我都忘了小劲是个无数人的事了 自从开始让他 我就好久不让他 就就不让他斜眼了 最主要就是防他的这个支配他人 只要把这个防住 其实这队友魔也就那么回事 也就那么回事 还没死啊 还没死 再来一个 后面失败了 后面失败了 其实可以直接处决他 哎呦 好像被隐蔽掉 来 小龙龙也可以处决人了 是不是 不是啊 处决早打了12点 怎么这么低啊 这是什么原因 嗯 what 这是死了还是没死 这是出了什么问题 是被动住了吗 他怎么不动了 哦 还在麻痹中 还在逼护麻痹中 但是血好像满了 他好像回满了一次血量 来来来 能不能处决掉 好 然后就把这个神话队友魔给杀掉了 但是我这个喜拉 有点问题啊 这边能拿到一个加三追击复合成功啊 这队友魔杀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装备奖励啊 我个人觉得有点菜 有点菜 嗯 这里就就这样了 倒是他想想都是破坏的痕迹 就结束了 但是我这个喜拉一会不知道能不能剔的弱 这是我最担心的 喜拉给自己胜联一下 我们这里边还剩下最后一场战斗 就是在这个走廊之后 也是整个这个神是最难的一场战斗 你在这里一定得存个档啊 然后把我们的所有轮迹Buff都打开 贴成回合制 然后让这个爱将去翘所 这边呢 最主要的就是这里啊 这里边有一个纳纪魔 这个纳纪魔很强 很强 然后就是这个纳纪魔 有两个忘乱魔 倒是无所谓 但是他们那个阵射间名的 的确还是挺烦的 这边放了个新一个名目 是这个空奢魔固然者放的 我们主要看这个纳纪魔 这个纳纪魔有四级的神话等级在里头啊 常驻的行动自如真之术啊 所以我们高隐对于这个纳纪魔来说是没有用的 而且他有一大堆的免疫啊 然后还有伤害解免啊 他的AB31四打啊 这都不重要啊 他的ACAC43 AC首先很高啊 接触的AC是38 嗯 然后呢 他最厉害的是他有很多很多的法术啊 这个纳纪魔他会很多很多的法术啊 呃 比如说我看啊啊 什么这这些啊 这些每一个都很恶心啊 每一个都很恶心 最好的方案呢 就是抓紧给他秒掉啊 尽一切可能抓紧 把这个纳纪魔给秒掉 一轮能秒 绝对别留第二轮啊 这就是我觉得最好的法术方案啊 然后我们先来一键三连 视如扣手 狮猎目标 好 然后希拉 地鞋展招呼啊 然后先上去砍一下 哦 我这里造成了个201的伤害啊 看看啊 使用擅之痛击攻击投了个20啊 很不错啊 我们调整是调整值是40啊 我们这里还开了这个天命所规 我把天命所规加到这个 轮机法术里了 加到我们的第三位的这个轮机法术里了 看看这个纳纪魔半管血应该没了啊 但是他仍然很恶心 我们看一下他的后面 反射相对来说低一点啊 反射相对来说低一点啊 能是不是有很多法术没放出来啊 这个是打强刀的 这个是打强刃的 高等英雄青盖是时间还没到是吗 好吃的所以没有放 这个是打抑制 轮身定位也掏出来啊 打反射 打反射可能还是兵老 这要是能打中自然厉害了啊 但是我觉得不可怠惯 感受后面成功了 孢子 孢子不用管他 我们唯一动标 就是赶紧把这个 纳基魔给处理掉 火焰之躯 荆棘之躯 一顿上 各种躯先上一波 我砸进影树身上了 然后呢 我们这里也赶紧来上 各种的bub 先来个疯狂灵光 再来个小幸运 呀千万别晕我 这要被晕了 我就很难受了 继续打这个纳基魔 继续一键三连 不是一键三连 继续灵魂之灾 转力场伤害 放了多少血了 还是33血啊 有信 漂亮 只要把他打掉 剩下的都是菜啊 剩下的都是菜 好 这边就打完了 我们解一下包子 等一下包子 然后这屋其实没啥好东西啊 就是属于一个挑战怪啊 全打完了 也拿不着啥好东西啊 没啥强力装备 就空射模式上有一个加一头 抖方和一加一箭子 很拉 很拉 你要是不想打呢 完全可以不打 那至此呢 这个实验室当中的内容 基本上就完结了 我们从这上去就会回到上层的区啊 就是我们之前去过的地方 给大家上去看一眼啊 刚才我发现好像还没上加速度 我们上去之后呢 就会从我们之前啊 没有下去的那个地方上来啊 这就是我们之前去的一层的这个地方 当然这边还有一点内容啊 就是我们要去找一下 那个谁啊 把这个塔尔霍娜的给他放出来啊 这里存一个档啊 跟他对话啊 我们现在就可以有能力摧毁屏障了 我们先检查一下 是用深渊精华制作的啊 摧毁屏障 脸上带有不同反响 超脱室外的瓶颈 他的翅膀一直是白色的 一直是黑色的 这就是阿维露的实验成果 把一个天使改造成了半恶魔啊 真的是 不得不说阿维露真的是个天才啊 我不知道你是谁啊 但谢谢你放了我 我是塔尔贡纳 他是天 爱我没带的天堂兵士啊 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天使 他是我们之前遇到过的 那个天堂宝剑的主人 叫啥来着 完了一时间捧住了啊 是他的妹妹 他们两个是个双生子啊 实际上是个双生天使 之前我们在盾牌迷宫中 其实也见过这个塔尔贡纳的 这个雕像啊 还是一个雕像的解谜啊 他的记忆呢 停留在呢 跟这个暴露霸露魔 达人赞德交战的这个过程 然后他遇到了 德斯卡瑞的回生 也是德斯卡瑞旗下的一个大将 然后把他祭拜了 所有的队友都战死了 他的翅膀被扯下了啊 扯下了一只 然后阿尔露给他安了另一只啊 阿尔露现在已经不是凡人了 他现在已经是个恶魔了 他把我带到这里治疗啊 我不记得最初的日子了 我一直锁在这里 没有办法逃跑 我不知道他正在做什么啊 他的思想被某种宏大的实验所占据 他对我的兴趣并不大 他说我沉睡啊 抓走你的时候在魔化什么啊 他想完善他那被诅咒的世界之伤 他称之为二次开启 让练习更大更稳定 打开一条从新的深渊国度 通向格拉利亚的道路 令我震惊的是呢 他在谈论这个计划的 在那些后果的时候 完全震惊自若啊 仿佛这只是不值得在意的小细节啊 他还需要一个凡人的灵魂 作为黑暗仪式的祭品啊 将那个凡人的生命力汲取出来 用于实现有备天理的目的 那个灵魂呢 属于一个孩子 阿尔陆和许多恶魔 还有效仿恶魔的事法怎样 就有将灵魂从身体里剥夺出来 装在特性容器里的能力啊 之前我们不是有一个容器 我们这个灵石道童是拿不了的嘛 那个容器就是用来装灵魂的 当我意识到呢 他提到想用来献祭的是一个孩子的灵魂的时候 我大吃一惊 你的翅膀怎么了呢 这是阿尔陆的作品 真是造孽 但是他这里已经修复不了了 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 女神都听不到这个声音 这个地方属于深渊 而不是物质未免 我无法呼救 所以他联系不到他的主神 这里 我们知道塔尔乌纳会对咱们的爱陆沙雷 表现出不是一般的敌意 因为他是一个恶魔 不要互相伤害 原谅我沉睡太久了 自制力已经下降了 我所知道的不多 这个避难所是他撰写悖论秘典的地方 大本黑暗的魔法书呢 记得打着创造世界之商的秘密 发现滔天罪行之前就建造了这个地方 至少是建了一部分 他在谈论这个实验室时呢 表现出的样子让他很惊讶 他很厌恶这个地方 但又尽量掩饰这一点 但是其实并不是忏悔啊 但是还就像一场暴风雨啊 吱吱呼啸前行 扫平拦路的一切 我们就走吧 这样就可以把他救了啊 这件事就算是差不多了啊 这里的人也不用管他们啊 之后 之后他们会有自己的命运 然后我们又可以回到下层 因为我们从上层出不去啊 我们要想出去的话呢 并且必须经由之前缝线 给我们留下的那个类系啊 离开这个地方 那至此呢 我们的这个二十路的实验室啊 第一次来啊 就已经算是 呃全部扫平了啊 应该没有遗漏的东西吧 我打了好几次啊 如果有我遗漏的东西呢 欢迎大家去补充啊 对了 这个这个东西差点外给大家看啊 我们拿到了三个水晶 我们可以进行一下放映 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 这个名叫转变的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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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看出二路多么的疯狂啊 他最早 他最早的一批实验啊 四六零几年的那个实验 就是他对他自己实施的 把自己转化成半恶魔 而且实验结果是未知的 他依然一如反 反顾的去实施了 最终的结果当然是他成功了 但是呃 非常的疯狂 然后第二个实验是有关缝线的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已经是个半个门的形态了 仍然是四六零六年 同一年的事情啊 只不过是更晚的一些时间 在穿越世界之商时呢 受到了这个 暴露的元昆世魔 他其实并不是一个 呃这个 醉形魔 但是这次暴露呢 让他重生为一个醉形魔了 这是恶魔学中 独一无二的事件 还出现了严重的机型 他所以他把这个缝线给救了回来 作为实验的一部分 好的 这是第二个录像 然后最后一个高深 竖法奥秘水晶啊 这个比较有意思啊 看来有人又未经过允许碰我的投影了 这时候他是一个人形啊 可以看到 不要多少次不要这么做了 这是算是留给这个偷东西的人的警告啊 等我回来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生气啊 好的 那这就是我们捡到的三个水晶 我们可以离开了啊 从这里离开 那么就回到了这个小屋啊 这个小屋以后也可以作为 呃再次进入这个实验室的一个点位吧 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那至此呢这个阿瑞路实验室的部分我们就算完成了 我们再进行一小部分圣调军的内容啊 因为如果把圣调军的木内容再留给后边的话 后边又有很长的圣调军内容 我们在这一期里最好还是穿插一些圣调军的内容啊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力部队 呃我们整个地图上呢 其实现在还没清的点位并不多了啊 这边有一个十级的部队啊 这个部队比较不好弄啊 然后这边有一个十级的堡垒 堡垒后边还有一些啊 我们目标是这个堡垒 然后这边来了一个五级的和一个六级的恶魔部队啊 嗯 让我们的后备军过去吧 过到这里去啊 来堵一下这两个部队 这是什么哦 这是这个 这个应该是要跟我的主力军会合的 我的主力军的目标是往这边走啊 让他继续走 然后让这个部队我看看啊 怎么跟他汇合 哦还可以啊 路不是很远 好这里就是树 这边我们再把这边的路坏化 树上的背包 嗯 你看到这边的路也很崎岖啊 但这两个 哦 这还有一个四级的恶魔部队啊 这还有一个四级的 哎呀 这还有一个四级的 天哪 那一会儿我还得先下去吗 我看看 或者 这个四级的不太好处理啊 这个四级的刚才没看到 这也不太好处理 嗯 我们切回我们的少军模式 看一下我们的法令啊 哦 有一个随机事件 针锋枪队 两个军官冲突 导致了恶魔的小规模战斗落败 其中是个年轻贵族的一个是分食忌俗的佣兵 如何仲裁呢 三千五领导经验 二十的士气 我们士气应该已经提上来了 现在已经有九点的士气了 还可以 领导和外交不是很缺啊 嗯 这个是资金更不缺了啊 这个也是士气 哦 我们还是要这个吧 调和这个关系啊 得到的好处 我觉得更大一些啊 能拿一个buff啊 共同的视野这个buff 好的 我们再跳过一天啊 你买宝被围攻了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建筑物 嗯 把这个少冈也建设一下 这个少冈 嗯 要作为我们的下一个的传送阵的 建造点啊 这边我们再建一个旅店 我们先把这个六级的恶魔部队处理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这个十级的堡垒啊 这个堡垒看起来吓人 但是他是一个近战的将领啊 没有太多太难的 我们完全可以越两级啊 去把这个堡垒给打掉 主要就是这些高等级的恶魔啊 要先稍微的 复了一下 再就是这六百多人的坠型魔 我小伙伴提示我啊 可以用这个来进行战斗加速 但有的时候我是觉得 这个加速有点看不清啊 所以有的时候不堪啊 那既然大家提了我们就加速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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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拿下了一个新的岗哨啊 看一下这个位置叫做 哎 看不到呢 先把主力军进下升级 呃 魔力储备是能提高我们的能量值啊 但实际上 我们后面很多时间会花费在跑图上 跑图就可以自然的回复能量 我觉得不算重要啊 魔法指导是为我们施法单位提供AC和伤害 我们现在就只有13个处置啊 太少了 我也不值得 防护截戒呢 是所有单位获得豁免更好啊 我们要防护截戒2 然后这边又新出了一个部队啊 还可以也不难啊 我们就直接给他推掉 好 获得了7000的资金点数啊 后边还有几个我们不对啊 最厉害的其实就是这11级的 但是也比较菜啊 我们直接就主力军一路平推过去啊 看一下 主要是下边这个4级的部队 我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防守的单位在这啊 不知道能不能行 先跳过一天吧 算英雄好了 嗯 其他的都还点不了 我们还是切回战役 嗯 这里先把这个给打掉 然后下去回原 嗯 那个4级的恶魔部队的那个位置啊 好 这个打掉之后呢 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个4级哪位置啊 他往哪走 他往这个石头迷宫走啊 嗯 应该来得及啊 只要不被围太长时间就没关系 围少数的时间问题不大 我们继续往前推 这边有5个风 叫什么 风元素啊 问题不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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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风元素一个暴击把我弓箭手秒了 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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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弓箭手损失太大了 这是一个大暴击给我秒了 这这没办法 只能堵一下了 好 打掉 我们继续往前 这里有一个十级的部队啊 还可以 不是很难 直接推啊 看这个军队能不能打不代表 不是一定要看上面的数字啊 主要看他的主力恶魔部队是什么啊 他的主力恶魔部队其实是邪教徒啊 这个霸漏魔虽然很烦啊 但是也能打 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法师将领的魔法值不胜够了 哎呀 说话间就犯了个傻事啊 这霸漏魔不吃火焰伤害 应该用冰封棒来打啊 要把这个霸漏魔秒掉 但是他召唤出来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呀 哎我先攻击比他高了 那你死了呀 哦不是他是士气恐慌了 那你死定了 这样直接就秒掉了 那之后就很简单很简单了 只要别被这个邪教徒贴到我们的弓箭手 一下把我们弓箭手全抿了 就很简单 好我们的法师将领的法术 法力值不胜高了 我们这个恶魔部队等一等啊 等到法力值恢复一下 再继续打啊 然后看看其他 哦 主要是这个四级部队啊 没太大问题 哦 这里这一支是要来跟这边进行会合的 往这边移动一下 好再过一天啊 应该快可以征兵了 我们等这个援军过来啊 再休息一天啊 我们再打 毕竟是一个11级的部队啊 还是要稍微那啥 稍微的尊重一下 稍微的尊重一下 好这里这里我们继续前往这边 再看下我们的法令啊 好可以加强指挥系统了 还有一天 这边还有好几天 升级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堡垒能不能升级了 我现在材料不够啊 先把这个那个渡口给他建了 新收复的这个 营地渡口 这个四级部队就算解决了啊 指挥官指挥系统已经弄好了 这个留到下一期再弄吧 跟这个外交一起弄 其他的都没有什么 我们最后就把这个十一级的部队给他清了 全是高等级恶魔啊 其实厉害就厉害在于全是高等级恶魔 嗯实力魔 迷幼魔 六臂蛇魔 这些辣马气道 六臂蛇魔是会 远距离传送的啊 能打我们先把这个六臂蛇魔 其实最好SR一下 能把这个给 给收掉是最好的 没有收掉 没有收掉我们要 我们要谨慎对待啊 有可能会处理不好的 außer这个六臂蛇魔 很烦 不好 бо � 好 这边我们又拿到了萨破利补带地图 那至此呢 我们这个大地图上基本上可见的这种部队基本上清掉了 还剩一个这个实际部队 路实在太远了 我们留到下一期再说 这边我们主流部队又升级了 这里我个人觉得这种buff类的法术我很少用 反正看你自身 你要是喜欢你就选 我一般来说不是奶 就是放主人神仙和火球 我这边要一个生命之息好了 其实都不是很重要 这边基本上就剩这一个了 其他的这些我们目前的这个时间点都过不去了 这些这边的这些堡垒 我们想过去我也过不去 没有路通不了 所以暂时呢 我们的这个上游军模式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 加上我们这些什么圣器什么的都已经拿回来了 只要把这个恶魔部队给打掉 就基本上告一段落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攒兵 攒兵 把我们的这个主力军升到起码是十几部队左右吧 先把这个兵给他攒起来啊 看一下能招了吗 还不能 应该是还得有一天吧 好吧 那本期视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这一期我们就是把这个 二十路的实验室打完啊 又进行了一波少女军模式啊 我们下一期再进行我们后续的旅程吧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觉得视频有所帮助 不要忘了给小米一个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